还记得当年骷髅岛上那只高耸入云的巴掌蜘蛛吗 事实证明 原来这些大家伙根本不止一只 眼看到怪物已经离自己越来越近 男人只能拼命地朝海边跑去 然而当他来到尽头 却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处万丈悬崖 他心知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于是便迅速地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绿色的公文包 毫不犹豫地将他扔到了海中 随后他看向不断逼近的巨竹 只能绝望地等待死神的将领 却不料下一秒 他脚下的岩石镜突然松动 紧接着一只体型巨大的帝王蟹赫然从石缝中蹦出 显然是帝王蟹认为自己的领地遭到了侵犯 没想到却意外保住男人的一条小命 然而虽然同样是拥有八条腿 伸手矫健的巨型蜘蛛却显然更加占据上风 而男人也只能在双方的混战中不停地左右跺闪 最终两只巨兽一同栽下悬崖落入了大海 侥幸逃生的男人也终于松开一口气 可他孤注一掷扔下的公文包 却在40年后引发了另一场惊心动魄的历险故事 这就是今天刚刚上线的哥斯拉怪兽宇宙衍生片 帝王计划之怪兽遗产 自从2014年哥总大闹美国金门大桥后 人类对于泰坦巨兽的存在已经变得无法否认 怪物不再只是传说或者电影中的幻想 而是真实存在的可怕威胁 而且另一只神秘机构帝王组织也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他们早在二战时期就已成立 并一直致力于寻找各种泰坦巨兽的存在 于是当时间来到旧金山大战的九个月后 女孩凯特从美国来到日本东京 希望回到父亲的老宅来整理对方的遗物 而此时的小日子也已经对哥斯拉的存在习以为常 不仅对来往的飞机进行着怪兽消毒 就连疏散通道内也贴满了怪物的预警标示 然而当凯特来到父亲的住址 结果却惊讶地发现老宅内竟然还住着两位陌生人 而更劲爆的是 这一男一女竟然也同样是父亲的妻子和孩子 面对这样的现实凯特如同五雷轰顶 没想到当年父亲竟被着他们母女远在日本组建了另一个家庭 为了确认父亲大致到底是不是一个渣男 同父异母的剑太郎带着凯特来到了对方的工作室 在剑太郎眼中父亲一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研工作者 但凯特却不这么认为 果然下一秒他就从墙上的地图后面找到了一个保险柜 而保险柜里内赫然正是当年骷髅岛上男人扔下的公文包 然而包里放着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硬盘 为了读取硬盘 剑太郎带着凯特找到了自己的黑客女友二翠 只见在二翠的一顿操作后 硬盘上的信息果然迎刃而解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远在地球另一段的一家神秘机构也立马收到了硬盘被打开的消息 于是他们急忙派人前往东京去查明情况 而另一边凯特几人在硬盘内发现了大量关于帝王组织的信息 其中更是包含了各种怪兽的高清无码照片 这时凯特突然回想起自己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 那是在哥斯拉出现后的第五天 凯特刚通过五八同城找到了新的工作 没想到对方却突然说有钥匙离开 谁知第二天他们就接到通知说父亲搭乘的飞机在风暴中失踪 难道父亲的最后任务会和帝王组织有关 抱着这个疑问 凯特立马让二翠打开更多资料 期望能够在其中找到想要的答案 却不料就在这时 他竟然在屏幕中看到了另一个似曾相似的人 只见在一只无比巨大的怪物脚印中 站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而这个女人竟然正是他和剑太郎的奶奶 时间回到1959年 作为帝王组织成员之一的惠子和同伴一起前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废弃核电站去调查一桩离奇事件 在用树枚炸弹勘探了现场地形后 他们很快就心愤地发现 这里的地下果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空间 几人立马顺着楼梯进入大楼的底部 没想到下一秒 他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冒着金光的虫乱